如何看待习政权 中共陷入漫长的经济危机 是否可能晕朗一场政治危机 以及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可能性 美国之音专访了国际学界知名的民主理论学者 斯坦福大学胡福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戴亚门教授 戴教授说了些什么呢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 习近平正部苏联的后撤 戴亚门说世界历史上的政治领导人 经常从历史中得出错误的教训 习近平以及和他共事的中国领导人们 比任何人还要强烈的感受到 并且坚定的认为 他们必须避免戈尔巴乔夫的命运 在他们看来 戈尔巴乔夫是因为通过开放政治体制 以及推动经济改革 而使苏共陷入灭顶之灾 我认为他们正在从耳中吸取错误的教训 并且过度努力强化压制 扩大和加深在习近平义人统治之下的 戈尔巴乔夫的后尘 但他们这样做反而落入了戈尔巴乔夫的命运 并且等待的时间越长 改革和开放就越困难 中共的最终结局也将是灾难性了 戴亚门说 严峻的经济问题 有可能在中国引爆一场政治危机 中国最陷入一场漫长的经济危机 中国今天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接近于零 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认真的经济学家 都不会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那些数据 许多中国的企业家 对中共失去了信心 习近平在私下被公开 讥讽为一个拙劣无能的权力渴望者 正在向中国拖进深渊 我认为现在中共正晕浪着一场政治危机 虽然不一定会立刻威胁到习个人的统治 但是它正在给中国带来许多的停滞和衰退 人们对这个政权的信心在不断的下降 会导致中国的政治变局 二中国称为奥威尔士的极权 戴亚蒙认为用新极权主义和奥威尔士这两个词来形容中共是非常准确的 所谓奥威尔士极权 也就是乔治奥威尔这个英国作家 在他的书里面《以九八四》和《动物龙庄》等批判极权主义的这种讽刺性小说里面 所描绘的这种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监控的政权模式 戴亚蒙说 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奥威尔士的国家 以国家安全和政治压制为由 使用所有最先进的监视 通信和控制技术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他一样广泛而精密的使用方法来监控自己的人民 这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想在那里生活 包括很多企业家 他说中国民众想要自由呼吸 就像那位了不起的年轻中国学生 在马里兰大学发表的毕业演讲一样 杨淑平在毕业典礼上说 我们想要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 这是非常令人心旷神怡的 对于人们来说 呼吸这种自由的空气非常有益 三 中共体制违反人性 内部矛盾日益激化 展望未来中国的前景 带亚门套用共产党的话说 矛盾将会激化 原因出在中共制度违反人性 他说 中共的体制与人类的本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当受过教育的人们发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是他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社会 因此我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价值观的改变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想要拥有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民主 但他们会更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开放不那么压制的社会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去适应这种价值观的改变 那么他们将要面临的就是 我还是要套用共产党那句老话 矛盾将会日益激化 使中国转型是血腥还是和平 在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 中国究竟是和平转型还是会出现暴力血腥 对于这个问题 汉学家林培瑞教授认为 中国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虽然不会公开说 但潜在的希望改变中共极权制度 而中国目前正面临经济危机 这就有可能是一个机会 林培瑞说 我觉得还是经济方面的危机 可能是这样一个机会 让人们心中潜在的价值观 能够浮上海面 发挥作用改变极权社会 不过林培瑞担心 中国从极权向民主转型的过程 可能会是血腥的 他说没有大暴力 没有大的威胁 让中国从极权制度突然转型到民主制度 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因为习近平绝对不可能有一天突然说他要民主了 这肯定会有夺权问题在里面 不过戴亚门认为 他说我不认为民主转型 会是可能会是血腥的 因为如果是血腥的 我认为民主就不会是结果 中国最有可能的情况 就像前苏联发生的情况一样 将是某种形式的和平政治转变 蔡霞教授2020年在接受外媒的专访时 也谈到了捷克的和平民主转型给中国的启示 他说中国进行政治转型 无论当权者是否愿意 这是历史进步必然的趋势 这个过程是否能够和平完成和实现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他说我曾经说过 希望中国实现和平转型 可以像捷克的天鹅龙革命一样 虽然称为革命 但前面的天鹅龙三个字就说明 它是非常和平的 非常平稳的过渡 在整个捷克的政治转型过程中 没有出现流血冲突和死亡的案例 这令我感触很深 五 习近平可能发动战争 尽管乐观的认为 中国仍然存在和平转型的可能性 戴亚文教授 仍然对中国短期的发展感到担忧 他说习近平可能会发动一场 将每个人都拖入灾难的战争 我当然对此非常担忧 但并不绝望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威慑和正确的接触 就可以避免这场战争 他说我们需要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正确的节制 维持两岸现状非常重要 我不认为台湾即将上任的总统赖清德 在他的任内会有片面改变现状情况发生 我认为现状将会得到保持 戴亚文同时指出台湾海峡与乌克兰这两个地方所面临的战争阴影 对世界和平以及全球民族未来带来的挑战 可以说密切相关 他说全球的独裁者和维权主义们不断的观察探测信号 并根据全球形式决定他们可以如何逍遥法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历史惊人的印证了一个教训 那就是当侵略行为出现时 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 就会引发更多更事无忌惮的侵略行为 不仅是当前的侵略者 还有其他渴望夺取邻国领土的野心家 因此如果能够在侵略行为首次显现时 便予以制止 或者尽早打击侵略行为 局面就不至于激烈恶化 以上是戴亚门教授转访的主要内容 的确习近平想用极权统治 堵住每一个可能发生颜色革命的漏洞 但他扫荡了所有政治三头后 却不知道自己的对手在哪里 他很紧张很焦虑 满眼都是灰溪流和黑天鹅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暴力镇压 但整个国家相反变得更加的不安全 不稳定和危机四伏 习想摆脱格尔巴乔夫的宿命 但他却正在将中国变成格尔巴乔夫 改革前的苏联 这是一种历史的诡异 也是习走不出的外圈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卡达夫 17780 168